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探討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習近平這次西北之行目的何在 他到底去幹什麼去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818香港大遊行之後 中共應對香港局勢會採取哪些新的措施 先談第一個問題 北戴河會議結束之後習近平直接去了東煌 這次東煌之行引起了大家很多的討論 與其說是討論,不如說是猜測 大家都不知道習近平這次去幹什麼去的 那就有很多猜測,那最主要的一種猜測 就是說他現在是去西北去求神拜佛去了 因為他首先是去了東煌 東煌過去也叫做謙佛洞,是佛教藏經的一個地方 所以說他去求神拜佛去了 這個猜測不是說完全沒有道理 因為現在習近平是壓力三大 外有貿易戰,還有台灣問題,香港問題的壓力 內部有經濟持續下行,失業率持續上漲 民怨持續的上升的這種壓力 中國現在是處於一個高壓鍋爆炸之前的狀態 是處於一個火山爆發之前的狀態 作為這個國家的政權的領導人,做一個黨的黨魁 他的承受的壓力肯定是巨大無比的 關鍵是這些壓力他沒有解決的辦法 所以說求神拜佛這也是一個心理上的安慰 這是一個給自己減壓的一個方式 所以說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但是我告訴大家他這次去西北呢 主要的目的不是去減壓不是去求神拜佛 而是去穩定軍心,是加強他對軍隊的控制 習近平現在要解決所有的問題都有一個前提條件 就是一定要牢牢的掌握住政權 一定要這個政權把老百姓完全控制住 他怎麼樣才能把老百姓完全控制住呢? 那他首先要把整個黨政系統,這個官僚系統要完全控制住 那又怎麼樣能夠完全控制住黨政系統呢? 那就一定要控制住軍隊 控制了軍隊就能控制黨政,控制了黨政就能夠控制百姓 這是他們執政的掌握政權的一個邏輯 那現在習近平對軍隊的控制又不是那麼牢靠 他心裡面沒有底 跟前幾屆的這些領導人比起來 他對軍隊的控制可以說是非常弱的 只比胡錦濤強那麼一點點 跟鄧小平跟江澤民跟毛澤東比起來 那簡直是差得太遠了 所以他心裡面出於沒底的這個狀態 而過去這幾年在軍隊中的反腐 又讓他在軍隊結下了不少的仇怨 所以這個時候他對軍隊是完全沒有信心的 所以現在習近平最擔心的是軍隊裡面出問題 是軍隊裡面有人發動軍事政變 一旦政變發生了 那麼這個時候習近平所面臨的危險不僅僅是地位和權利 而是他身家性命都難保障 所以在他的老瓜子裡面 現在說想問題的重點不是貿易戰 不是香港問題不是國內經濟問題 而是如何掌控軍隊 這是重中之重 而在中國的軍隊裡面 他要重點掌控哪一部分人呢 那就是陸軍因為只有陸軍才有單獨發動 軍事政變的能力 其他的部隊海軍空軍 這個火箭部隊 都沒有發動政變的能力 所以必須得掌控陸軍 中國封為 東西南北中五大戰區 在這五大戰區裡面 最重要的是哪個戰區呢 是西部戰區 因為西部戰區他所管轄的面積最大 佔了三分之一 國土面積的三分之一 同時呢 西部戰區的還有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他沒有海軍 只有陸軍和空軍 也就是說他的陸軍呢 是在所有戰區裡面呢 是最強大的 掌控了西北戰區的陸軍 那麼就對其他戰區的陸軍呢 就形成了相當強大的這種威懾力 所以說呢要掌控中國的軍隊 你必須掌控西部戰區 要掌控西部戰區 你必須得掌控西部戰區的陸軍 而南州呢 就是他這次行動的 這次西北之行的 這個重要的目的地之一 因為南州啊 是西北戰區陸軍指揮機關所在地 那還有一個原因 他必須到那個地方去呢 是因為南州 是他的兩個政敵 主要政敵的 那過去的這個老巢 在那個地方啊 他們根深蒂固 第一個就是郭伯雄 第二個就是房峰輝 郭伯雄啊 在當軍委副主席之前 曾經是南州軍區的司令員 後來從那個地方提拔到中央 去當軍委副主席 那一共幹了十幾年 所以在西北戰區啊 可以說是西部戰區 可以說是根深蒂固 那麼房峰輝呢 也曾經是南州軍區的這個第四十七集團軍的軍長 後來從那個地方調到廣州軍區 後來調到中央當解放軍的總參謀長 所以說這兩個人在西部戰區裡面門生不咎啊 遍及了各個層級的這個軍官 所以他們在那地方根深蒂固 習近平寢食難安 但是他為什麼這次又敢去呢 因為西部戰區啊 有兩個重要的人物都是習近平親手提拔起來的 第一個是戰區的這個總司令叫做趙忠祺 這是習近平在2015年親手提拔起來的上將 還有一個呢就是西部戰區的陸軍的司令員叫做何衛東 這是習近平在2017年親手提拔的一個中將 所以有這兩個人在他才敢去 但是呢他去的目的不僅僅是要籠絡這兩個人 而是要用這兩個人然後加上他的這個威勢 就是來控制其他的各級的這些將校 要進一步的對西北地區進行清洗 要把郭伯雄和黃豐輝的這個流毒要清洗乾淨 所以現在西北戰區裡面的很多人現在是生不如死 有很多這個將校大校這個上校還有這個少將這一級的人呢 他們都很想早點退休不幹了保條命 因為他們深怕自己被當成郭伯雄和黃豐輝的這個餘毒被清洗掉 西部戰區一片愁雲慘霧 好我們再來談一談香港問題 在一評論證第193期裡面我曾經談到在818之前 中共對於香港有三個惡毒的安排 第一個是恐嚇讓香港人擔驚受怕不敢上街 第二個是製造混亂製造暴力事件 第三個是派出這個武警部隊還特務變異特警 協助香港的警察來鎮壓民主運動裡面 最激進的那一部分勇武派清廉壓制住整個運動的這個勢頭 但是818這一天中共的這三項安排都徹底的失敗了 香港老百姓沒有接受他們的恐嚇一百七十萬人走上街頭 他們也沒有能夠製造出暴力恐怖事件 因為已經被提前曝光了,大家都有所防範 這天勇武派清廉和大部隊保持一致 沒有去圍困,沒有去攻擊那些政府的機構中聯辦 而警察這邊因為擔心到自己的安危 所以說他們也相當的克制沒有主動去攻擊人群 三項安排全部失敗 大家可以明顯的感覺到818這一天之後 中共對香港問題的態度已經有明顯的改變 現在語氣放緩了很多 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了 要想徹底的鎮壓香港的運動已經是不可能了 他們必須得改變這個目標 目標期望只改變了,目標改變了 那麼有三個目標現在 第一個目標就是鎮壓是已經不可能了 平息是已經不可能了 那麼他們的目標降低了 要為這場運動降溫 讓他不要顯得那麼激烈 不要那麼有衝擊力 尤其是在十一那一段時間 因為十一是中共創政70週年的一個重大的 對他們來說重大的慶典 他們是絕對不希望香港的運動在這個時候 對他們形成衝擊 那就是對習近平他的執政能力形成強大的衝擊 那就會極大的削弱這個政權的權威性 那麼就會引起黨內對習近平群起而攻之 甚至是引起政變 這種可能性是有的 所以他們一定要盡力的避免 那第二個問題呢 第二個目標就是一定要防止香港的運動擴散到大陸 影響到大陸,引起大陸的民變 現在大陸的這個經濟狀況這麼差,失業的人口這麼多 社會矛盾這麼集中 民變沒有香港的激發都有可能產生 那麼一旦大陸的這些民變和香港 產生了這種共振效應,大家結合在一起了 一旦香港人開始影響到大陸的這些維權運動了 那麼這對中共來講這是災難性的 這是毀滅性的 民變和政變一樣 這會引起整個政權的崩潰 所以說這也是他們防範的重點 那第三個目標就是要防止香港變成中國民主運動的基地 變成民主運動的堡壘 那麼他們會採取哪一些措施來實現他們這些目標呢? 我們就一個一個的來看,首先來看他們會採取哪一些辦法 來為反送中運動降溫,辦法很多 實際上現在第一個辦法他們已經開始實施了 就是啟動對話 林鄭月娥已經宣布了要和反對派對話 已經委託了有心人 也就是建制派裡面的那些比較溫和的人 已經開始籌備這次對話 最早可能在21號、22號香港時間就有可能開始對話了 他做出了這麼一個緩和的這種姿態 要對話的姿態,那反對派也不能不接招 不接招在政治上就非常的被動 所以這次對話我覺得肯定會展開起來 那這是第一個措施 第二個措施就有可能撤銷一部分人的控罪 因為現在很多很多的市民被控罪了 其中絕大部分那就是被警察完全是被警察冤枉的 他們根本沒有做出任何違法的舉動 沒有做出任何公民抗命的這種違反惡法的舉動 那這個時候是被警察誣陷的 這部分相信他們一定會被撤銷控罪 但是呢還有一部分人他確實是有公民抗命的舉動 是違反了惡法 這個時候他會不會撤銷呢 這個還不一定,這可能是他們談判的這個重點之一 那第三個措施就是林鄭月娥可以進一步的讓步 他過去曾經說過這個法案受終正行 但是大家都不接受說你這個說法太模糊 一定要正式的宣布撤銷法案 今後永遠不再重新討論這個法案了 重新提出這個法案了,這大家才放心 這一步我相信林鄭月娥她必須得做 不做,整個反送中運動也降溫不了 所以這一步是關鍵的一步,我相信他們會做的 那還有一個措施他們是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降低警察使用暴力的這個程度 大家一定要記得不是完全停止暴力 而是降低這個使用的程度不走的那麼極端 等一會我再來解釋為什麼他們不能夠完全停止 但是必須要降低,那降低了才能夠緩和這個事態 才能夠緩和這個氣氛 還有一個措施就是成立調查機構 來調查警察在這次鎮壓反送中運動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不當的使用武力 哪些人需要為這些不當使用武力來負責 這個調查組也是會成立的,但是他不會是獨立的調查組 而且他們會在裡面採雜很多的他們自己的人 而且他還會跟警察說 跟他們私下的要保障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最後調查的結果一定是要保護你們的 那是有利於你們的,是為你們脫罪的 只有這樣警察今後才能死心塌地的 跟他們幹,但是大家一定要記住 為反送中運動降溫絕對不是中共向香港的反對派投降 因為這次反送中運動提出的五大訴求當中的 兩個訴求他們是絕對不能夠同意的 絕對不能夠讓步的 第一個訴求就是實行雙普選 要是實行雙普選那還得了 那整個香港不就是變了顏色了嗎? 香港不就成了一個民主堡壘了嗎? 所以這一點是絕對不可能的 林鄭月娥辭職下台的這種可能性也是極小的 因為她在中共的這個權力體系裡面 在中共那些官僚的這個眼裡面 林鄭月娥是習近平在香港的一個代理人 是在香港的一個棋子 如果你在香港的這個棋子你都保不住 那麼你這個人就是太弱了 就是弱主,那個時候弱主大家就要群起而攻之 這對習近平是相當不利 所以說習近平並不是說他有多喜歡林鄭月娥 他也是現在對林鄭月娥意見大得不得了 但是為了保持他自己的權威 他一定要保林鄭月娥 所以說不到萬不得已他不會犧牲林鄭月娥 所以林鄭月娥辭職下台的可能性 不是說完全不存在,但是非常非常的小 他們不是要投降,而是要為整個運動降溫 他們的第二個目標就是要防止香港反送中運動 波及到大陸,引起大陸的民變 在這一部分他們做的算是比較成功 主要有兩個方法,第一個方法是封鎖信息 在運動的早期在七月份之前 他們主要採取的是封鎖的辦法 那一直延續到現在 那這個封鎖的力度是相當相當的大 現在在大陸地區這個互聯網上面 這個刷帖和封號的速度是相當相當的快 所以說大家看見在大陸的網上面好像是 整個的都是憤青、小粉紅、五毛他們的叫囂要踏平香港 但是這個不是中國大陸真實的民意 大陸有相當大一部分的老百姓對香港是非常有好感的 因為香港在98年大洪水期間 他們的議局還有在2008年的四川汶川地震期間 他們的這個議局那是有目共睹 全國人都看見了非常非常的感動 而且還有中國的民主派、民主人士在香港的這個問題上面 大家也都是一致的,是支持香港人的 只不過是大家在網上面現在沒有辦法發言 一發言就被刪帖就被封號了 另外一個中共的這個措施就是誤導 中國因為他這長期的被洗腦總是有一批人 他的判斷力不行,他的這個世界觀不行 所以說特別容易被中共所誤導 當反送中運動發展到7月份的時候 中共就意識到要想全部靠封鎖也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採取了誤導的這種策略 他就主動的擴散這些關於香港反送中運動的 一些錯誤的信息,把它化歸為港獨、暴力、恐怖這一類 然後讓老百姓對整個運動起了反感 一部分的愚民對這次運動起了反感 所以現在這個策略他還會繼續下去 那麼第三個目標就是要防止香港成為反共民主的基地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們會採取一些措施 香港成為反共民主基地,這是中共的噩夢 雖然不會直接導致中共迅速的垮台 但是從長遠來講,一定會對中共形成致命的威脅 因為一旦香港成了民主派的天下 那麼中國大陸的這些民主派一定會 紛紛來到香港來取經來學習經驗來接受培訓 然後他們一回去了,個個都成了民主運動的 成了顏色革命的高手,最後一定會把中共給整垮 所以這是中共絕對不能夠容忍的 所以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們一定會採取一些措施 包括不讓林鄭下台,不向反對派做出關鍵性的讓步 更不能讓香港實行雙普選 那還有一個最最重要的,現在的當務之急 他們一定要在香港形成警民關係的 警察和民眾關係的這種緊張對立,保持這種狀態 現在香港360行絕大多數的這些行業 這些民眾都已經站到了反送中陣營裡面 現在中共稱港府的,稱林鄭月娥的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就是香港的警察,如果是警察倒戈了,如果是警察也開始仿宿中了 那麼中共在香港的統治實際上也就結束了 誰當特首都不重要,關鍵是如果是警察拒絕鎮壓了 那麼這個時候民主派對中共來講就可以幾乎是為所欲為 他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了,中共能接受得了嗎? 所以說他一定要阻止警察成為反送中運動的支持者 現在香港警察有兩萬五千多人 那兩萬五千多人就是兩萬五千條槍 如果警察也不支持中共了,不支持香港政府了 那中共即使是派出武警,大陸的武警到香港來 都不能夠評判,反而自己會被鎮壓掉 因為武警大部分他到香港來他是不帶槍的 即使是帶槍,你說要多少個武警才能夠把香港 兩萬五千個警察他們了解當地的情況 得到將當地老百姓的支持 你才能鎮壓這兩萬五千個警察 所以這是不可能的 甚至是中國軍隊想要調到香港來評判都已經不可能了 因為中國軍隊雖然是很龐大,號稱二百萬 但是真正的聽命於習近平的 習近平敢放心調到香港來的那是少之又少 所以說根本不足以到香港來鎮壓這兩萬五千人的這種武裝部隊 所以這個時候警察對於香港這個特區政府 對於中共的政權來說這是至關重要 那麼他們怎麼樣才能夠保持這個警察和民眾之間的這種緊張關係呢? 我們前面說過他要為整個反送中運動降溫,他就必須讓警察降低使用暴力的這個程度 但是呢降低不等於停止,他一定要讓警察繼續使用暴力 比如說這兩天他們警察就還在繼續的釋放吹淚彈 他只要讓警察裡面少部分人繼續的做這些暴力的挑釁的動作 那麼民眾就繼續會對警察呀保持一種厭惡的狀態 這種關係就持續的緊張下去,這是對中共最最有利的 但是呢他們現在的這個吹淚彈不是像過去一樣對著人群對著腦袋直射了 對著眼睛直射了,現在可能是向天空設一個拋物線 讓吹淚彈落到人群當中,會引起人群的這種憤怒 但是呢不會造成致命的傷亡,現在這就是他們的策略 第二部分的策略就是還要繼續的製造一些民眾攻擊警察的這種假象 他們會派出一批便衣和特務去製造這些假象,嫁禍給民主派 讓警察對民主派繼續產生厭惡 因為警察部隊的裡面的人,他們都是有一個很深的這種同袍的情節 戰友的情節,一旦有一個警察受傷了 那兩萬五千個警察都會群情激憤 所以在這個時候,中共一定會利用這種情節來挑取矛盾 挑起警察部隊對老百姓的,對反送中的這種仇恨 所以說我在這裡也想勸告香港的警察 大家一定要,首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第二個,任何人襲擊警察一定要把他抓住 現在香港的警察充分的警惕,抓住了他們之後 搞清楚他們的身份,千萬不要隨便移交給大家不認識的那些上級 不認識的那些機構一定要把他的身份查個清清楚楚 把他的所有的資料向全世界,向全香港社會來公佈 這樣才能夠保證大家的安全,這樣才能夠恢復過去香港的 這個警民一家的這種關係 那在反對派這邊,針對於中共的這些措施 大家應當怎麼做呢?我在這裡提幾條建議 第一個是遊行一定要繼續搞,而且一定要堅持到 至少要堅持到十一,最好是堅持到明年兩會 一直堅持下去,大家也不需要激烈 在降低反送中運動的溫度的這一點上面 反送中,這個陣營可以說和中共是有共同點 大家都不希望搞得太激烈,搞得太激烈 大家提前進入決戰了,雙方的損失都非常大 我在前面講過,香港一定不能和中共玉石俱焚 和中共玉石俱焚就等於是一個年輕力壯的 正值於青春連勝的這種少年 要和一個90歲的老傢伙行將舊墓的老傢伙 你們去同歸於盡,那划算嘛,當然不划算 所以說這個時候,當老傢伙不想跟你同歸於盡的時候 最好大家都降低一下這個溫度 但是抗爭一定要持續下去,一定要把中共拖死 拖不了多久了,拖到11,拖到明年兩會 中共就有可能死亡 中共的現在已經是內外交困 堅持下去一定能夠把他們拖死 這是第一個,遊行一定要繼續進行下去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這種抗爭一定要繼續下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針對於中共的對於信息的封鎖 對於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這些信息 即使在大陸地區對老百姓進行漁民、進行誤導 那香港民眾可以發起一個與大陸對話的 與大陸老百姓對話的這樣的一個運動 不需要由運動的組織者、這些領導者公開的來號召 在香港很多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的群組可以在群組裡面私下討論 讓大家各自去行動 只要有那麼幾萬幾十萬人 大家經常向大陸去發送這些信息 持之以恆做他幾個月 在大陸地區大家一定會有巨大的收穫 巨大的收穫,中共根本防不住 中共現在防我們海外民運的這百十來號人 他防得住,但是要是想防香港地區的 幾萬人幾十萬人根本沒有辦法防 他防不住的,我們就一定要進攻 要激其虛弱 對於中共要破壞香港警民關係的這種措施 我們一定要有反擊措施 我建議香港的反對派現在一定要開始一些項目 專門針對警察來進行攻心戰 要恢復過去香港的這種和諧的警民關係 比如說要搞一個警民對話的論壇 爭取要請到一些警察來和市民來進行對話 警察即使現在不敢出頭的話 那麼請警察的家屬,請他們的親人,請他們的朋友 來加入這個對話,讓所有的警察都能看得見 讓雙方展開對話,對話是解決矛盾的最好的方式 那第二個是反覆地要告誡,反對派反覆地要告誡警察 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一定要抓捕那些對警察實施攻擊的 而且要把他們的身份要公諸於眾 不斷地提醒他們知道自己所處的危險 知道中共的他們的那些陰暗的黑暗的那些招數 讓警察都了解了,讓他們的招數不能夠奏效 這是第二點,第三點就是香港民眾要成立糾察隊 香港每次示威遊行都應當由糾察隊來出面 來維持整個秩序,防止裡面有中共派出來的便衣特務握底 來假冒抗爭者襲擊警察 有了糾察隊大家就完全可以防止這種事情的發生 有了糾察隊就可以保證整個遊行示威和平進行 有了糾察隊就可以保證警察隊伍的安全 這也是維持警民關係 這也是促進警民關係的一個最好的方法 那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如果同意我觀點的朋友請點個贊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請訂閱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來加入我們的討論 謝謝大家下次再見